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受难者的家族影响之深远 甚至会殃及第二代 第三代 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 可谓当时的台湾社会精英 也正是二二八事件当中不幸罹难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茂生的后代同样书香门第 二子林宗毅 不仅是台湾精神科医学的开创者 在台湾几近锁国的年代 还曾受邀到海外世界卫生组织 也到美国去任教 但是作为二二八受难者的第二代 林宗毅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这期台湾演绎为您介绍 1920年日本对台湾实施同化政策 台南秀才林彦成的儿子林茂生 刘日归国四年担任长隆中学教务主任 关注台湾本土教育 妻子王采凡是全台首位留学日本的女性 两人的二儿子林宗毅 就在那年9月19日诞生 林宗毅自小聪明懂事 不到五岁就学会算数 她也会跟着我祖母去市场去买菜 去看什么是好的菜 什么是不好 要怎么样选怎么样子的菜 也会我祖母也会教她说 好了你就给她多少钱 看她找钱找的对不对 所以就教她一些算数这样子的 林宗毅上小学时 父亲林茂生赴美深造 成为台湾第一位留美哲学博士 林茂生关心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教育 不仅选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 也将林宗毅送进一班台湾孩子就读的 台南第一工学校 舍弃资源较多的日本子弟学校 她要他们晓得自尊 我们台湾人是我们需要自尊 所以她要她跟其他的台湾人的朋友在一起 我要你跟其他的台湾人在一起 你们要学着要怎么样帮助自己 帮助别人能够有自尊的感 日治时期台湾学子受到歧视 越好的学校就开放越多的保障名额给日本学生 尤其台北高等学校寻常科 是当时台湾唯一升大学的管道 入学竞争十分激烈 台湾学生的录取率更被压缩到仅百分之三 但1932年12岁的林宗毅竟起身上榜 腹肌被伤 所以她就一直是考进去最好的学校这样子 对从不对日本人怎么样考逃的她说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是优秀的人 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竞争 尤其林宗毅在数学和科学上的成绩是全校顶尖 她19岁高中毕业后高分考进日本学子梦寐以求 又最难考的东京地大医学部 当时医生在台湾是地位收入都高的好职业 眼看前程四景 林宗毅却偏偏选择那时国际间刚起步 冷门到前景迷茫的精神科 精神大师 心脑的心间 脑的作用 这样 心别的就要这样子 哭哭得来就开始变成 这地位的这个attraction很大 这地位的东西 我看你一会儿修理了 三个到三个气味 有效 什么叫脑梁 这跟众人的 把我来询 发现很久 所以现在来讲那些 我来讲那些 他不来的房子听看 自己这样的 我来这些 我来讲那些 所以说七年就是多了 他还把他拿去拿去 那我来讲 我来讲 那这些人家都不来 手足之秦 加上父亲启发他对人群的观念 坚定了林宗毅选择精神科的信念 想不到 静高众亲友勒足劝退 连当时与林家要好的副职辈 台湾医学第一博士杜聪明 都不看好精神医学 当时就说 嗯 那你做人不愿意 那你来 帮他说也好 我说也好 我甚至去 去厉害这些笑话 他说我爱了什么 我不是要恶笑 我是要来移笑话 所以他的爸爸就跟他鼓励 他说你要喜欢的 你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去做吧 不太 popular的东西 没有关系 只要你喜欢 你觉得能够有奉献给别人 就去做 拓荒之路 难免艰辛孤独 林茂生在儿子林宗毅 远行东营之前 为他提了一首王阳明的诗 鼓励林宗毅为人生目标 勇往直前 拓荒之路 寻找过最前 能够有些人 尽管 寻找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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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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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人家 會在台灣一家裡是要找路 才會出去 那些東西都會到 東西在那裡的行程 我們就看得漂亮 人生的漂亮 你的人生的種種的事 好的地方的人 很像這樣 墨寶的自理行間 是父親深切的祝福 和濃厚的父子情 林宗毅心中就帶著這一首 成為他一輩子座右銘的詩 遠赴東營 完成學業後留任住院醫師 期間在教會遇到 移居日本的台灣人 更是久違了的 輕微竹馬李美貞 我媽媽是姓李 是從屏東萬丹那邊的人 李家跟劉家 那是我外祖母 劉家的人很熟悉 所以他們就時常就 在小的時候就認識了 而且在一起玩 兩人再序前緣展開羅曼史 直到二戰後的1946年 27歲的林宗毅 和比他小四歲的李美貞 在日本互定終身結尾連禮 婚後一個月 林宗毅告別七年的東京生活 牽著新婚妻子 搭上軍艦回到基隆港 回到台灣 林宗毅感受到 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獲的台灣 街上瀰漫著詭譎氛圍 我就記得我爸爸時常講到 他就傷心得很 而且看到這麼 整個地方好像漫七八糟的 有很多軍人 都是比在日本時代看起來 好像還要糟 他就心裡就覺得很矛盾 因為戰爭末期 空襲疏開 家人失去消息 這對新人回到台灣 經過半個多月的打聽 才終於來到台北驚庭的一棟 寬大樸素的日式宿舍 全家團圓 團圓第一晚 林茂生就對兒子林宗毅 吐露憂慮 有跟他說 他非常非常擔心 現在的情況 因為他所看到的 他覺得非常難過 因為他所想像的中國 中國人 漢人 他所期望的 不是他實際看見的 原來 陳怡接收台灣後 軍績紊亂 經濟破敗 台灣反而從原本日治時期的豐饶 直變為民生凋敝 人心惶惶 時政台大文學院院長的林茂生 同時扮明報反映這些時政 他沒有想到做一個二次大戰 戰勝國 到台灣的軍隊是那樣的 是土匪嘛 完全是土匪嘛 他當然很失望 但是他會批評他們的政策 或者是他們怎麼對上級 這個新來的政權 帶來的這些素質很差 或者就是說 完全沒有法治的觀念 所以那時候 民間跟軍警功能也有衝突 民報就常常會有報道 或者是他會寫文章評論 所以那時候他就已經 跟林中夷講說 台灣可能會有災難 或者會有悲劇 而林家的悲劇 靜隨著林茂生 憂國憂民的言論及預言 悄悄地醞釀著 你們兩個人雞海王 自己要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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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1947年發生228事件 一個月後的3月31日 幾位帶槍的陌生人不請自來 強壓林茂生上警備總部的車 走 那刻起林茂生就和當時 台灣許多的知識分子一樣 一去不返 大陌生人不請自來 住在家 城堡 宅 衛生 衛生 從 衛生 布 鯊 衛生 一來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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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一的大哥林宗正 自小体弱 难以持家 但事发当时 最小的弟弟才七岁 一家十二口人 顿时依靠 茫然无助 我母亲一直在找 他们听到哪个地方 有一堆死人 他就去找看有没有 那都是服饰的尸体 他就找看我父亲穿的衣服 用这样来认 但是都没有认到 而且很多很多地方 只要有人来跟他讲 哪个地方有一堆尸体 他就去找 但厄运没有放过林家 先是大哥肺老往生 祖母也相继故事 短短一年内 林家痛失三位置庆 其实我们都觉得他们死的不是因为重病的关系 是他们是呆了broken heart 因为我祖父走了 而且看到这么样整个全家都是 生存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是一个问题 一家人背负的不幸 从此由林宗益肩负 这时林宗益才27岁 刚上任台大医院神经精神科的首任主任 薪水微薄 他为家旗奔走 但父亲离奇失踪的悲痛还没放下 而眼前他的大儿子也即将出世 林宗益的人生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林宗益接续旅美留日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受邀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和主任 为台湾引进不少联合国和美国的资源 尤其在海外带领团队研究精神分裂症 成为国际的先行者 也因为他和联合国的这层关系 为台湾争取到设立远东第一所儿童心理卫生中心 以及全世界八个精神分裂症研究中心之一 让台湾的医疗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 战后 随着日本人陆续返回自己家乡 台大医院在1947年 也开办台湾人自行看诊的精神科 有日本行医经验的林宗益 刚受聘为第一届台大医院神经精神科主任 但是他的父亲林茂生随即遭逢二二八事件 3月11日 一群武装警察强行带走父亲林茂生 从此下落不眠 自此林宗益内外煎熬 对家庭肩负起一家自主的责任 工作上得处理战后 台大医院人力和设备等资源缺乏 白费带出的窘境 再看 台大医院人力和设备等资源 是有做世界没有的一个科 世界没有的 那一个科 六行没有啦 我没有说六个语言 第一 没有设备 一间打厨 我还不能做病房 还不能做文静 你怎么 处定在老 处定在老 我在文静在看的时候 如果落后来就丟了 就是 台北人人还是义航人 看很辛苦就看不到多企 人家在大科 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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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花了三年 拜访两万多人 做精神病患的比例和种类等 基本资料调查 调查他选了三个社区 就是安平 木榨跟那个什么 新浦三个社区 这三个社区代表 一个是乡下 一个是小镇 或者我们说半都市 还有一个是都市 他想了解说这个城江之差 对经济疾病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流行病学调查 为台湾精神医学奠定在地划基础 日后成为国际著名的 福尔摩沙模式 但当时他却心生焦虑 深感临床经验不足 迷茫时刻再次引领他的 是在他心深处的父亲林茂生 所以我找到我们家父 你事实是人家这位生 从外头闹来 还是我的父亲 你跟我自己就说好 你去看的人 你没有人家 1950年 儿立之年的林宗义 申请到奖学金 有了到美国生造的机会 带着妻子李美珍 到哈佛大学做研究 当住院医师往地下迈进 我妈妈也到美国去念那个 硕士在社交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两个人需要做成一个团体这样 能够在一起工作 不但到对病人抑制 也到对病人的家庭抑制 我才两岁 我哥哥才四岁 他们就问我祖母愿不愿意带我们呢 当然我祖母说她愿意 刘美两年期间 林宗义表现优异 受到指导教授赏识 一度提供任教哈佛的邀约 但她放不下台湾 只好婉拒 李孝前 她将之前做的台湾流行病学调查 写成报告 随即转往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同样以流行病学调查为题 写成博士论文 于1953年取得博士学历 她那时候也发表了一些 有关台湾本土的精神医学的研究的论文 特别是关于台湾自己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的调查 这个在过去是没有人发表过的东西 所以她这些论文几乎是全台湾的精神科医师 必读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林宗益的报告 引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兴趣 在她返台 为台大医院进行第二阶段建设期间 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部部长 特别于1955年访台 网罗她为高级顾问 负责到世界各地考察开会 就在台湾精神医学波云渐日 接轨国际之时 林宗益却看见台湾文化人笼罩在受歧视的阴影中 她那个英文的拼音不是用林宗益 是用林宗益 可是那个办护照的人 不给她用那个斗马拼音 说没有这种字 你就要做林宗益 她就跟那个办护照的人说 不是啦 我叫做林宗益 这名字是我老婆不给我赢的 你不可以给我赶 1950年代的台湾 医疗资源不普及 而一心想为台湾提升国际地位的林宗益 1956年争取到 将远东第一所儿童心理卫生中心设在台北 把联合国和美国的资源带进台湾 那设立这个台北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呢 让台湾主要是台大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各个基本的人 包括精神科医师 包括护士 护理人员 包括社工 社会工作师 还有包括比较早期的职能治疗师 到美国 到加拿大 那还有少数到英国去受相关的训练 因为我跟TW小的关系 TW对我们人帮忙 还跟着美国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中间台一带 本年的外国本年的三十九位 医生 博士 社会工作人员 以很多他当初这些训练的学生 回到台湾就开始逐步地 包括譬如说这样 那个时候的省力 台南医院等等 台中医院几个地方 就建立起这一些 是你卫生精神医疗服务的模式 现代化的服务的模式 人才培育有成果 精神科在台湾 逐渐越升重要科别 林宗益更马不停停地 向国外提出各种计划 将设备重做到位 之后也写了一个 对台湾精神医疗发展的 一个蓝图 台大的这个精神科大 是用这个钱来的 我记得林教授跟我说 是他去跟联合国 还有美国这些 去说服他们 然后拿钱来去盖 这个是远超过 其他的医学的其他的部门 而且我听说 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拿到的这些经费 建了精神科的大楼 那其他内科外科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大楼 所以听到那些主任 其实是对林宗益教授 还是蛮佩服 也蛮忌妒的 哇好不好 我以前在香港的醫生 在哀哀的球 裡面怎麼去運動 我運動 打球就沒有去 所以那時候開始 台灣的模特兒的訓練 要緊張起來 短短十幾年 台灣的精神科 就隨著林宗毅的腳步 從法人問津 躍升到五大科之一 拓荒有成的貢獻 讓他的母親王采帆欣慰萬分 但痛失丈夫的創傷 始終衝擊著他的生命 1960年 一路守護家人的林宗毅 也到了不獲之年 他在內湖靠近南港的幽靜郊區 買了快1.2公頃的地 那裡有棟房子和庭院 希望母親有個療養身心的角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時常到那邊去住 那有一個很漂亮的日本式的房子 它有花園 也有果園 也有蔬菜 那我們就是玩得好開心 我們一家跟我們的堂弟堂妹 都是在那邊很開心的地方 那對我祖母來說是非常的治療 因為我爸爸是精神科的人 他曉得對這種事情 對精神的幫忙是非常大的 身為精神科權威的林宗毅 嘗試讓家人擺脫白色恐怖的恐懼 但實質威權時期 政治和教育霸凌 確實是籠罩著他的家人 林宗毅的大女兒林寧文 忘不了他初中時跟教官的衝突 說台灣人就是很髒啊 很不高級啊 不能很笨啊 不能做這樣事那樣事 而且他說 你們曉不曉得嗎 在幾年以前 他們出事了 所以我們就 政府對政府很麻煩這樣子 那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說 你講的不對 你講的不是真的事情啊 我是台灣人 我是道地的台灣人 而且我撕掉了我的祖父在228 那他就大生氣了 大生氣罵我 一直罵我 身為228受難家屬的林家 戒嚴時期 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 遭檢控欺壓 林宗毅非常擔心 五名子女的安全和腳步問題 就在林宗毅於台大胡滿 17年 1960年 轉機展現 他受邀進世界衛生組織 到瑞士日內瓦當心理衛生主任 林宗毅認為 這不但能讓台灣醫療 躲在國際站穩一席之地 還有機會讓家人脫離困境 因而決定受聘 雖然日內瓦的那個衛生組織是要請人全家人 但是國家當然可以控制人出去 最初的時候只有我跟得到一起去 為了分散家人被限制出境的風險 林宗毅決定分批執行 他首先想到的是15歲的女兒林英文 他因為那起教官爭論風波 特別受到關注 於是先吩咐女兒收拾行囊 趕緊跟著他行程 前後近一年的時間 終於1966年 林宗毅一家連同母親王彩凡 總共8人陸續成功遷往瑞士 林宗毅在世界衛生組織任內 成為全球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先驅 大方異彩而台灣是全世界八個研究中心之一 具重要地位 他把台灣的模式推展到全世界五十個國家 結果發現說世界各國精神分裂症的 那個發生率差不多都一樣 那1%還是2% 所以這個模式推展到世界各國去 所以他的理論 就影響他算是派遙力量 林宗毅在世界衛生組織任期四年後 面臨負擔不起子女學費的問題 加上他不喜歡行政工作 便辭去官職 轉往美國密西根大學任教 但他回台灣定居的願望 蠢蠢欲動 林宗毅在海外揚眉吐氣 但是在國內 因為有228受難者家屬的身份 被當時政府列為黑名單 直到1987年解嚴才終於能夠回到台灣 此後林宗毅全心投入228受難者家屬的關懷與平反 晚年在加拿大的教職退休之後 林宗毅頻繁地往來加拿大和台灣之間 經常在台灣舉辦活動 直到89歲高齡辭世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 人在美國的林宗毅擔憂台灣地位限於國際鼓勵 隔年聯合黃張輝黃武東等人 在華盛頓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強調台灣人的前途由台灣人自己決定 林宗毅因此被國民政府列入更黑的名單 他倡導的最重要要講的 就是我們所講的至高無上的人權 但另一方面他在國際間卻很受敬重 1973年林宗毅居家遷居加拿大溫哥華 一年後他就當選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 矛盾的處境持續到台灣解嚴 1987年林宗毅參與了 陳芳明在聖河溪主持的 22840周年研討會 他第一次在公開查看強大爸爸 40分鐘裡面 平常他是非常冷靜的人 講話非常有那個邏輯 但是這一次他差不多一半時間都在釣營內 他好像把40年的肚子裡的眼淚 一口氣就把他壓身陷出來 那年陳詠欣和鄭南榮等社運人士 在台灣發起228公益和平運動 但大多疑俗卻仍身陷迫害陰霾 進入寒蟬 大多疑俗卻仍身陷迫害陰霾 這種保障的社會要安全 整身衛生的好處 我看著我這樣不行 我沒有來 他知道 每年可以生死 我們大家所政見 每年都可以生死 他這樣說這個 二十八不來你出來不行 我去討論一下小醫生 他說就不是啦 你出來他也知道 所以我做 1988年 68歲的林宗毅 已從溫哥華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休 確定解嚴後 人身安全無慮 決定回台灣平反228 只是他的家人全在加拿大 台灣早也沒有自宅可安生 他只得奔波在台灣和加拿大之間 他第一次回台灣 就到他內湖的那塊山坡地上 立上林茂生涵228的紀念碑 警惕後人 那時候我們還是被 那個群職人員跟著 把我們就是看著我們 然後一直錄影存證的 就是氣氛還是很緊張 可是我請了那個怪手 把那個山坡地開了路 還有底電館弄成一塊平坦的地方 然後我們真的做了破土的儀式 在228人事政府競技的環境下 林宗毅和友人蘇南周 在1991年挺身帶領228關懷聯合會 林宗毅四處奔走 把家屬從壓抑和苦難中帶出來 他是少數28家屬裡面 會去關照其他所有的家屬 28的上岸家屬絕對不是民間 他們那種猜疑 不信任那種種種的個性的扭曲 那個不是一般的人 有辦法承受的 我覺得他跟一般家屬不一樣 就是說 他真的沒有讓你感受到 他那個憤恨仇恨 他沒有 平安講 因為他本身的條件 和他的高度 他都願意出來為阿爸講話 為阿爸打拼 我們為什麼不行 所以我說 他對阿爸的家屬的確 起了相當的 事發理故意的作用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後面才慢慢走出來 集結成一個阿爸家屬本身的一個力量 後面更甚至成立阿爸家屬的主持走近 1991年 在林宗益的溝通下 政府終於正面回應 時任總統的李登輝 陸續展開228追求真相 賠償 建卑和文教工作 1995年 李登輝代表政府公開道歉 這刻 228遺族等了48年 那麼雖然是遲來得道歉 那一次他也 這個腦淚重厚 不過那個我想對他心理的健康一定有幫忙 1997年 林宗益成立林茂生文教基金會 延續父親發揚台灣本土文化的遺志 也繼續為228的平反奔走 同時還陸續在台大 高雄 長江醫院和中研院等機構 做各類精神醫學計畫 他為了這些理想 民國七十 仍平反往返台灣和文革華 開始的幾年他體力好的時候每個月都來 我這邊有記錄的是 他在從民國八十三年開始 他回來他就1994年開始 他回來他就住在我們中研院後面的那個活動中心 他每次要來他就來一個訊息 說我飛機什麼時候到 然後我就趕快要安排中研這邊去 去派車去機場接他 我說你這樣子飛不累嗎 他跟我說是飛機飛又不是我飛 他用這樣的做我調侃 那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說一年給你十幾張機票 叫你這樣子 你單單換那個時差就換風了 然後連續這樣子八年十年 他每次跟我們開會的時候眼睛就閉起來 我們以為他老了在打瞌睡 等一下要請他來去做評論 評論的時候 齁 你以為他睡了其實都不是 齁 頭腦清楚的 陪著林宗益撐著飛了十年的 是他的妻子李美貞 直到兩人年近八十 體力打不如前 再聊聊聊 然後師母就開始打頓 打頓 他有多累啊 然後他就 哎呀…你在哭你在睡 就是那樣的樣子你知道嗎 那一代的那一輩的人 其實他很疼他太太我知道 可是他表現出來就是衣服這樣子 師母的人非常好啊 他這樣他就 哦…起起起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這樣子 來然後離開那個生意 我有時候覺得難過 我覺得他大哥不必這樣子 他就跟我說 他的時間不多 他要很多事情做 然後其實他心是在台灣 他說我死要死在台灣 他很固執在這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他下來發燒了 後來我發現到他背部長了一個窗 一直在流浪 那時候我覺得很糟糕 他身體已經越來越不行了 但漂流海外四十五年的林宗毅 逗了晚年就越想回台灣 展國風景說他已經是 已經是老了七次了 他不曉得說他要出家幹嘛 然後就自己買了機票就跑了 後來說因為發現他在宿舍裡面 然後就趕緊把他送到榮總去 我們知道消息的時候 他們已經把他送回加拿大去了 然後後來沒多久就過世了 要慢慢的走 要路走進去啊 對 對 這邊就是了 從這邊開始去 對 1960年 林宗毅為了療癒228事件 喪膚之痛的母親在內湖靠南港的郊區 買了快1.2公頃的山坡地 但五年後全家成為政府黑名單 已去海外 那這塊地這邊都是我們的 從這邊到要到廟那邊都是 所以這邊這塊地 林宗毅的長女林英文當年才15歲 這個冬天年過60的他特別從溫哥華回台 尋找這塊地和上面那一棟 充滿家人團聚回憶的日式住宅 全都有的果子 香蕉還有那個是橘子的樹 那個怎麼講 Citrus的樹 山路底是間簡陋小房 幾年前還住著 替林家看管房子的人 如今仍去樓空 房子後面也沒路了 你可以看到你是走不過去的 是相當危險的 誰比較勇敢的要上來啊 其實出發前晚 林宗毅擔心到睡不好 因為她多次被警告 上山有安全的疑慮 這邊都是那個我們的地 你看它有那個水的那個水塔 都是荒廢了嗎 這麼多年了 1978年有 我們也去查了到19 不曉得八幾年就 從那個area photo也看不出來了 林林文在親友和製作單位的陪同下 決定放膽闖一趟 要親眼見證 屋子真的不在了嗎 直上 直上啊 直上啊 來吧 因為現在沒有路了 一進山裡 原有的路早已崩塌 那時候這些都沒有那麼多的樹了 你就可以從那邊 房子的最上面看到那個淡水河 尤其在連日冬雨後的這一天 更是步步危機 林林文卻只靠著一把傘支撐往上爬 出著地板上來 好 OK 到了 林林 踏上那裡 好 踏上 OK 踏上地基這一步 林林文判了52年 好久好久了 所以這是你好幾年第一次跑上來 第一次跑到上面來 因為以前都是在那裡他們就說太危險了 要上去了 還好今天你們一起來說就比較有膽子 往日生活記憶浮現眼前 歷歷在目 還有那個 對 還有那個 還有冷的熱水 也 妳有在這個早餐嗎 喔 當然有 那個 off-road 哎呀 好多的那個 回憶 我們小孩子就是最喜歡在這邊 這間曾經溫馨的屋子 其實也代表了林宗毅代替父親林茂生 對家人的守護 算是他的 比較晚輩 每一個他都非常照顧 非常疼愛我們 有時候他出國去 一般的 大男生可能沒這樣 他回來 他會給我們小禮物 像別針啊 這種東西 我們走禮大家都有 他不是只有買給他太太 我們都有份 只是環境為何荒蕪至此呢 回溯到1969年 政府為了增加都市綠地 把內湖一代共35公頃多的山坡地 包含林家的1.2公頃這塊地 全化為公園預定保留地 內政部去在某一個區公所 給你貼一張紙 說這個地方化為公園綠地保留地 然後你如果有意見的話 六個月內提出來 他說誰去看到啊 林家的人不可能看到 原來那年林宗毅一家人 已因政治壓迫千局瑞士 土地使用權就在這樣不知情的狀況下 受到政府限制掌控 等同遭遇雙重災難 因此林宗毅生前 總惦念著這一塊地 那這個事情在1994年95年左右的時候 曾經我跟林宗毅博士去拜訪過這個 當時的市長叫做陳水扁 那時候林宗毅他是要一心未公 所以他不要被人家扭曲成為說 你未公你還常 你還有一個師心在那裡 所以他就沒有繼續在這上面 繼續去敲打 只是化地後 政府理應接著付費徵收 建設公園 但這裡到底為何會放任閒置 長達半個世紀呢 近幾年我們也開闢了很多的公園 但是都會是在比較平緩的地區 那因為這一塊土地 它是屬於山坡地 那整個面積有35公頃多 然後我們全部要取得的話 需要356億這麼多的一個經費 那以現行的一個狀況 我們這一筆預算不太可能籌錯 那籌錯之後 這個部分也受到一個 山坡地的相關規定的一個限制 看來在政府重重考量下 這塊土地的開發恐怕遙遙無期 難道沒有彌補的辦法嗎 在都市計畫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有一個臨時建築的辦法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 就是市民也可以地主也可以來 透過這樣的一個辦法來做申請 它可以在上面做臨時建築 但現行法令的臨時建築 還是由土地隨時被徵收的風險 即便林家想實現林宗益的遺願 在這兒蓋作真正的公園 提供花葬樹葬來撫慰228遺族 但面對土地使用可能發生變數 還是令家人不安 轉型正義條例草案修正通過 直到2017年底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 林家希望政府能追溯228事件 和林家失去土地的淵源 關於土地拿回主控權 你把它恢復原狀如此而易 沒有人受到損失 但如果連這種沒有人受到損失 沒有人受到清算 沒有人受到報復的 這種情況你都做不到的話 那轉型正義還原在天邊 這裡是林家和台灣謹慎的連結 更承載著228遺族 對台灣的矛盾情節 但林宗義的遺願始終如一 他希望三代流亡海外的林家人 落葉歸更 一如期待所有遺族們 能從這片曾經充滿情感的 台灣的土地 重新展起 林宗義的後代 已經是林茂生家族的第三代 第四代了 他們大多完成博士學位 分居海外 認知醫界和學界 而這個家族最大的心願 就是向政府所回 當年被充公的台北內湖 這塊地了 我是胡婉玲 這集台灣演藝介紹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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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